原定年初就要先试办上路的新式身份证突然临时喊咖 到底什么原因呢 另一位跟民间团体分析 因为现行的户籍法 没有办法支撑新式身份证可能涉及法律问题是喊咖主因 而接下来也要等行政院提出专法才有可能上路 原定今年初就要上路的新式数位身份证 建议在嫌上但是为何政策会去临时喊咖呢 除了大家关心的资案问题之外呢 其实这张新的身份证可能还会有其他问题 问题从何而来又改如何解 这是我们台权会背后都涉及很多 不管是人权个案还是制度性的问题 办公室一面大墙贴上不少人权象征的海报卡片 台湾人权促进会直白点出数位身份证的法律问题 我觉得这一次的经验跟教训就应验了一件 一句话就是越快越满 户籍法本身这个立法的目的 其实就是一个户籍管理 数位建议身份证它会在使用的时候 可能会涉及就是个人隐私资讯安全 经超出内政部本身那个法律所能承载的 的这个相关的规范 说白了现行的户籍法无法支撑 也跟不上数位时代的个资保护 民间团体不断奔走 与朝野立委沟通之后 让数位身份证先暂缓实施 那接下来呢 原来数位身份证卡关是因为法律问题 也因为如此 内政部原本在今年编列的八亿六千多万元预算 经过立法院朝野党团决议 删除掉了六亿多元 但话说回来 这个专法现在有时间表吗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明智之举 如果有数位身份证的专法的话 我希望可以把我们的姓名条例 护照条例 还有电子签章法 个资法 甚至政府资讯公开法 那如果这样的法律都健全的话 那代表我们国家里面的这个国会 他是愿意授权给某一个单位 相方有了 而现在专法版本 没有时间表 就等行政院提出 未来你可能会出示在 很多不同公司场域跟场合 包括你的金融 还有或者未来在选票上面 恐怕也要必须的秀出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签证的范围就非常广 就是说如果有人 他不愿意进入这个数位时代 应该要保留这个选项 让人民有一个选择权 一张数位身份证 原本以为只是资安问题 没想到背后的缺口 被一一放大 一来一往也突征了 不少社会成本 东南新闻黄浩哲 罗旺哲 在台北报道 因为疏失 结果造成了人命亡死 甚至可能要申请国赔 也让很多民众非常愤怒地认为 台铁简直在摆烂 因为当我们持续的追踪 发现光是今年 现在才2月中旬 却已经发生了三起施工时 维修人员受伤或是死亡的意外了 这也让之前普悠马翻车事故的 罹难者家属痛批 台铁根本没有寄取教训 甚至台铁产业工会也点出 台铁内部的调查机制是非常不透明的 而且缺乏沟通以及协商 甚至从今天的运安会也可以看得出来 当官方在面对记者提问时 根本一问三不知 2018年普悠马翻车重大事故 18人死亡之后 如今在船连自家维修工程都出事 看在当时罹难者家属 董家大姐眼里 觉得台铁碰上事情 总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我甚至认为行政院以及运安会 都要替台铁护航 痛批运安会替台铁护航 来看看23号发生两死意外之后 运安会面对记者提问 一问三不知 都向上通报了 那怎么还会有接收资讯 有落差的这样的情况 抱歉这个部分我们还没 对这是我们要调查的项目 问调度站 问瞭望员站哪多数问题 都没有办法说明 遭撞了三个人 他们分别负责的工作当时是 这个部分我们还没有掌握资讯 就在上个月台铁吊车员 被夹在两节车厢之间丧命 不到两天台南市的火车站内 灌江工人施工时 碰到高压电线多处灼伤 光是今年台铁已经第三起 重大公安意外 15年来有8起 可是每每出事 台铁都关起门来调查 基层很难参与 台铁好像并没有做出一个 比较友善的应对 他有点就是SOP下来了 那后续的滚动式检讨 他都会说他会检讨 但实务上员工反应 没有把员工的意见听进去 指出台铁内部 调查机制不透明 缺乏沟通协调 过去有听闻会员有说过这个状况 是实际发生的状况是A 但是实际上 事后大家在做这个事件 检讨的时候 好像拿到的是B版本 交通部长林佳龙23号开会指示 要求台铁配合调查 还要成立职安事故改善监督小组 而其他单位也要加强职安落实 至于台铁要协助罹难者家属 还有伤患 如今两条人命再度让台铁 检视内部的控管问题 东西新闻最好报道 台铁又发生了撞死自家 盗班工人员的重大事故 不过事实上从2006年甚至2014年也发生过一样的事情 为什么悲剧一再的重演呢 所以今天我们又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发现 其实台铁的盗班人员施工时 他们有一套安全流程 如果你都按照规定来执行的话 当然是很安全 但是一再一再的出事情 现在台铁内部的员工透露说 这是跟台铁过度依赖经验法则有关系 火车行驶平稳又安全 靠的是一群巡轨员 他们在背后默默的辛苦工作 而这群巡轨员就是一般俗称的盗班工 他们每天工作就是巡视和养护铁轨 不只靠体力 还得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因为随时会有列车经过 危险性极高 因此每次施工 盗班工都会派出所谓的寥望员 负责安全 一般铁道维修都会派出两个寥望员 一个就是在铁道工班的现场 另外一位寥望员则是会在值班站长室里面 来监控这个操作盘 所以整个的工班在外面施工来讲 照理讲应该是万无一失 根据盗班工 SOP安全流程显示有两关 第一关在控制室 寥望员会在月台站长室内由EP盘监控 当列车接近时会用无线电通报公班 避开列车 如果没有人监控EP盘 还会设第二关 就是在现场设寥望员 又肉眼观察 当列车接近 尽速指挥维修人员离开 因此如果按规定执行是相当安全 但为何会一再出事 根据铁道国土规划学会 及台铁员工私下表示 这与台铁长期过度依赖经验法则有关 实际上他们通常我猜测有可能就是 因为我们三个人 他说三个人做事嘛 理论上一个人不能做事 一个人要站远远的看 可能现场的人都会觉得说 我们三个人赶快把事情做好 赶快走 结果对了 2006年花莲崇德段 发生过类似的严重事故 造成五名盗班工及电雾工死亡 2014年台中龙井段也发生列车撞死 两名盗班工的意外 这都是因为台铁没有按照SOP安全流程才酿过 虽然盗班工的门口外的标语 写得相当的响亮 但如果只是沦为口号 这样的悲剧恐怕还会再发生 中文新闻 黄金蓝杨钊 吕国宝台北采访报道 同样是恐怖的交通意外 这是波音客机又再出现问题了 真的这几天来每天都有状况发生 美国这一架准备从乔治亚州 飞往西雅图的波音757班机 在飞行途中 左引擎突然发生故障 所以紧急迫降在犹他州的 盐湖城国际机场 而美国航空总署也发布了声明表示 目前班机安全着陆了 但是事故原因还在调查 波音客机又再度出包 美国达美航空22号下午 一架波音757的班机 原本预计从乔治亚州飞往西雅图 但在飞行途中 左侧的引擎突然故障 在指示之下 这架航班紧急地改破 降在犹他州的盐湖城机场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随即发布声明表示 目前班机已经安全着陆 正在等待进一步的调查 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 而达美航空则说明 机师是在预警的显示当中 发现了引擎故障 着陆后也安排乘客做后续的转机 不过这已经是波音公司 在一周内的第三次出包 美国联航一架波音777的客机 上周末引擎在空中起火 甚至还边飞边吊碎片 不只飞机上的民众 地面上的居民也因为金属碎片 不断地从高空中砸下来 吓得心有余悸 而另起的意外则发生在 荷兰的马斯锤克机场 一架747的货机起飞不久 引擎便分解掉落到地面 甚至还砸伤了两名的路人 但波音飞机的意外 早在去年的12月就发生在日本 机上乘客回想起来 仍然余悸犹存 去年的12月4日 这架777客机 原本要从冲绳飞往东京 但起飞后 左侧的引擎出现了故障 接着机舱开始剧烈摇晃 最后只能紧急回头降落 所幸没有任何人员受伤 而波音表示 全球128架同款引擎的777客机 目前已经全数的停飞 将会停飞到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调查完毕为止 本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导 如果没有看到这个数字 恐怕还没有办法意识到 美国的新冠疫情有多么的可怕 就是美国的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 已经正式突破了50万大关 甚至这个数字代表的是 已经超过了世界第一次大战 第二次大战 还有越战这三个战争 加起来的死亡总数 也因此美国总统拜登 也在白宫进行了烛光仪式 并且下令全美国降半期五天 来哀悼病故的人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是纽约时报 其实他们之前做出了这样子一个表 密密麻麻的一个黑点 代表一条人命的消逝 所以50万看起来就是这个模样 看了让人蛮心痛的 不过防疫专家佛奇 他当然也被问到说 那么什么时候美国的疫情 才能够趋缓呢 有人问说2022年 是不是还是要戴口罩 佛奇不会言 而且他说所谓的群体免疫 恐怕是言之过早 他甚至说美国已经是一个 高度发展的富裕国家了 可是防疫却比任何一个 其他的国家都做得还要糟糕 不过说到了群体免疫 其实现在也是台湾的目标 只一 而英国的报告则预测 台湾渴望跟其他开发中国家一样 明年中就可以达到群体免疫 美国总统拜登带领在白宫 点燃烛光为逝者默哀 因为美国新冠病毒染疫死亡人数 突破了50万大关 画下令人心碎的里程碑 白宫国旗 缓缓缓降下 美国当局也宣布全美联邦机构 降半期五天 这场疫情让许多家庭 面临天人永隔的悲剧 防疫专家佛奇更直言 造成这么多悲剧 都是因为美国防疫实在做得太差 佛奇认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拟定全国统一的防疫模式 团结起来对抗病毒 镜头转到亚洲 樱花季节到来 日本民众开心赏鹰 不过当局可是提心吊胆 就怕赏鹰人超会让疫情再起 包括上野公园等地 把道路分成两边 做足准备维持社交距离 至于26号就要开始施打AZ疫苗的南韩 最新民调却显示 有45.7%的民众不愿意接种 因为对疫苗的安全还是怕怕的 WHO则决定 世界上92个贫穷国家 如果在接种疫苗过后 出现严重副作用的话 可以申请获得赔偿 希望这项计划有助于消除疫苗接种的疑虑 多云讯人江一清另外一报道 的确说到了群体免疫的目标 台湾从这个星期就要开始往前迈进 因为在这几天之内 我们渴望就要等到AZ疫苗了 当然有很多人会怀疑AZ的效用如何 甚至担心它的副作用 不过事实上根据了解AZ 它目前是只有针对南非变种病毒 它的效用比较不好 那么如果看看副作用的话 如果根据统计把AZ跟BNT 甚至莫德纳来比较的话 你可以看到副作用 比如说注射部位疼痛的话 副作用最高的其实是莫德纳疫苗 甚至你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副作用 包括了BNT跟莫德纳疫苗 可能感受还比AZ来得明显 当然现在这款疫苗是有英国首相强森背书 而且他说靠着AZ疫苗 让英国三分之一的人都获得解封 当然大家都觉得自己的最好 因为AZ也是在英国做的 那么现在香港是为了要消除 很多香港民众对于祖国中国 所生产的科兴疫苗有疑虑 所以就连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在22号也亲自打了第一针 来做带头示范 但是大家也好奇 这会起多大的作用呢 恐怕也要看到国际上 对科兴疫苗的评价 包括科委会就示警了 科兴疫苗的副作用是非常高的 而且他的第三期事业 还没有得到背书 所以在菲律宾已经不建议 医疗人员来进行施打 可是不论如何 这大陆产的科兴疫苗 已经在全世界卖出了 大约三亿支了 玩起袖子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注射了香港疫苗第一针 林郑月娥 要民众别怕赶快打疫苗 一番信心喊话 又把自己当人肉试验品 全因现在香港 只有祖国中国所生产的科兴疫苗 但全球都质疑科兴疫苗防护力 今年一月 疫情惨重巴西认证了科兴疫苗 整体有效率仅50.4% 一红飞过全球监管机构 要求的疫苗有效率50%门槛 而科兴疫苗在印尼 验出保护力为65.3% 但土耳其却测出91.25% 中国科兴疫苗效率高低不一 看在法国总统马克宏眼中 中国只是用疫苗搞外交 西方国家质疑科兴疫苗第三期试验 未获国际科学期刊背书 但台面上效力更加的新冠疫苗 能否对抗不断变种的新冠病毒 仍是异常态跑 阿斯特杰利康疫苗对南非新冠变种病毒 功效降低 而南非变种病毒的病例 几乎都是轻症或中度症状 但对英国和美国来说 主要郡株的新冠病毒 疫情早够恼人 中国靠着阿斯特杰利康和辉瑞疫苗 已经约三分之一人口接种 终于能够解封 阿斯特杰利康施打一剂 防护力可达76% 持续三个月 打两剂效果更提高 美国虽然未批准 但佛奇博士不排除美国能考虑使用 最近大陆的微博流传一段画面 有一个驾驶开着特斯拉电动车 经过空无一人的墓园 但是没有想到特斯拉竟然侦测到周围 有行人走过 甚至萤幕上也不断出现有人的图示 这真的是让人吓坏了 不过大家更吓到的 恐怕是特斯拉的股价 因为在昨天竟然大跌了8% 让创办人马斯克的资产 更是在一天之内 缩选了152亿美金 当然也跌落世界首富的宝座 最近微博上流传一段恐怖的画面 一名驾驶开着特斯拉 行进了一座无人的墓园 没想到特斯拉通过感测器 竟然测到周围有行人走过 荧幕上时不时有人的图示出现 这可让网友给吓坏了 但最近让人吓坏的还有特斯拉的股价 22号特斯拉的股价重挫8.6% 导致创办人马斯克的净资产 瞬间缩水了152亿美元 创下2020年9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记录 它也因此跌出世界首富的宝座 不过外界就认为 特斯拉股价下跌的一部分原因 似乎是因为马斯克在推特上的发言 特斯拉大概在两周之前宣布投资比特币 不只特斯拉自家股票上涨 这也使得比特币的价格开始一路创下历史新高 没想到马斯克上周却突然在推特上警告 比特币和以太币的价格似乎有点太高 就是这番发言让外界认为是比特币大跌的原因之一 当然原因不会仅仅只是因为它的一句话 其他原因也包括美国债券的直立率攀升 以及股市价位的偏高 使得原本大涨的个股受到了冲击 另外特斯拉引发讨论的还有Model Y 特斯拉Model Y的标准续航版车型 前阵子才刚下调售价 没想到美国以及加拿大的官网却突然找不到这款车型 代表消费者只能选择更高规格的车款 这举动令外界感到相当的困惑 但马斯克本人23号回应 现在仍然可以从Menu订购该款车型 不过他也强调 这款车的续航力并无法达到特斯拉的标准 东西文国际中心综合报导 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火星探测器伊犁号成功登陆火星 当然也写下了人类的航太史上的新记录 因为不但是破天荒已经有登陆的动态影片传回来 甚至还首度传回了火星的声音 所以大家听到这个声音感觉好像火星离我们没有那么遥远了 那么事实上也的确是因为来看到这整个地表 两个最有钱的男人他们似乎对太空竞赛非常有兴趣 也就是马斯克和贝佐斯这两位首富的太空争霸战 到底谁先圆梦呢 我们看到其实两个人focus的不太一样 马斯克是要火星殖民 贝佐斯则是希望大家可以重返月球 尤其他之前才宣布辞去亚马逊的CEO 就是要让他创办的蓝色起源Blue Origin 可以起起直追 不要被SpaceX专美于前 那么马斯克他的梦想也的确是蛮大的 他说2026年他要让人类上火星 而且旅程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甚至十年之内他要打造千艘星舰 2050年前要建造百万人的城市 他说的是火星移民 红龙红龙就像是风低声吹过 这是毅力号18号之行进入下降以及降落程序时 在火星上录到的声音 不知火星声音 NASA也陆陆续续公布毅力号最新回传的画面 包括着陆的过程 美国NASA借着毅力号展现尖端科技 拉近地球与火星之间的距离 过NASA几年前就因经费问题 舍弃2030年送人上火星的计划 而今年靠SpaceX在太空业务取得巨大进展的马斯克 似乎成了火星代言人 太空探索公司SpaceX已开始常态性为NASA执行国际太空站运补物资 或是再送太空人的任务 曾放话十年内要送人上火星的马斯克 还发出2050年前将百万人送上火星 建立城市永久殖民的豪宇 另一方面SpaceX在发射卫星业务上也很亮眼 一个月前SpaceX才一口气将143颗各国卫星送上太空 刷新全球记录 另外还在10颗星链计划卫星 为极地提供网路覆盖 相情之下马斯克太空竞赛最大的对手贝佐斯似乎还在暖身 这让贝佐斯毅然决定全力带领蓝色起源起飞 从小就对太空剧着迷的贝佐斯几年前 曾在电影星际争霸战浩瀚无影中客串过外星人过干瘾 他创办的私人太空公司蓝色起源 目的在提高太空旅行安全性并降低成本 蓝色起源计划在2024年实施蓝月的登月计划 和SpaceX送人上火星谁较快还有得拼 另外亚马逊的卫星发射计划 科医博客户有了也获得合可 但还没真发射则是明显落后星链 太空竞赛路遥指马力两手不较劲成了良庆竞争 东西新闻国际中心送出报告 好 不过说到了贝佐斯的亚马逊 最近可是闹了一个大笑话 当然我们说到了东西方的文化真的很不一样 但是很多华人看到了这一个场景 简直惊呆了 原来这是美国电商的平台亚马逊 最近上榨了一款叫中国传统水果蓝 引起了大陆网友的注意 卖家标榜说 这可以当成桌面的装饰 你可以放面包在里面 你可以放生鲜食品 甚至放冰块跟酒都可以 那么标售的价格是60块钱美金 相当于新台币1680块 不过有很多眼尖的网友就发现说 这个虽然标识是果蓝 但是它不是小孩子用的便盆吗 那么把食物放在里面 这样子可以吗 红白相间的配色 侧边有着彩绘鸳鸯细水图 还印着一个大大的喜字 图片中还放着法国面包和洋酒 这些照片是出自于 美国知名购物网站亚马逊上 翻售一款平民为1960年代 中国传统果蓝的金属烤漆容器 标榜着可以作为成装新鲜农产品 冰块或葡萄酒使用 但是被网友们发现商品图片中 所谓的果蓝其实是华人使用的传统谈鱼 很多华人也拿它作为小孩在室内使用的便盆 这下真的糗了 大陆知名网络作家方舟子也加入评论 称中国50年前的谈鱼 在亚马逊上作为中国传统果蓝卖 一个还要卖62块美金 也有网友直接在商品下留言指出原始用途 并说这样子的误导性说明令人作呕和反感 还有网友表示 这种商品在大陆每个售价只要4美元 究竟是文化不同造成的误会 还是刻意搞笑不得而知 而目前卖家已经将商品悄悄下架 台湾顶级的豪华车市场已经进入了战国时代 而且牛年刚开始就动起来了 一辆动着上千万的进口车 现在总代理都在疯狂的抢配额 因为只要有办法进入台湾的话 基本上都是直接秒杀卖出 而且还有传闻说 只要是越贵越稀有的车子反而越好卖 畅膨蓝宝尖尼大牛 一台要价上千万却在台湾买得瞎瞎叫 代理商加码新页砸上亿加码投资 台湾车市一军突起 这连千万超跑品牌 蓝宝经理的代理商也看好 市价登陆最新揭露 他们是在内科附近砸了7.14亿 买下620一坪的土地 推估未来可能会扩大销售或者是盖维修中心 这已经不是头一回 早在2018年加码就花5.7亿元 买下同地点旁的560坪土地 合计在内科已经持有千坪土地 而刚推新电动车的保时捷也很积极 接连砸下20多亿 在新竹台南台中盖全新展间 过去可能只有北中南三个据点 那越来越不够了 那可能就会差距到台南啊 其他的地方 那因为台湾人的消费力 其实其实蛮可怕的 会做扩点越来越多越来越快 那规模也会越来越大 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上亿展间一间一间盖 千万豪车也一台一台 抢着上市 劳斯来自这台2540万极致奢华 全球只有50台台湾就抢到一辆 并是则首度打造千万等级的旗舰修旅 气派外观里面还有全自动按摩椅 超跑品牌麦拉伦则在牛年 呛偷乡推出680匹马力的油电超跑 所有的车到台湾就赶快把它交给车主了 所以其实在国内的消费者 现在应在等车 然后国内车商叫抢配额 这个其实还蛮可怕的 可观的一个现象 2021年疫情下千万豪车市场 越贵越好卖 一场超跑大战正式开打 只能说有钱人的世界 真的和你想象不一样 东森台的新闻许经有洪沛宇 在台北的采访报导 超播今晚最近消息台中神钢有一名郭姓台商 上个月回国却在居家检疫期间到处爬爬走高达七次 被重罚了一百万元却没有付清 而法务部台中分属也到府执行查封 发务部台中分属到台中神钢执行查封电动车 还有一户民宅 因为持有人郭姓台商 上个月从大陆返台之后 居家检疫才三天就驾车外出七次 完全无视居家检疫规定 台中市卫生局强制将它送往集中检疫所 并重罚一百万元 今天来的话就是要希望你要缴纳的这笔款项 我已经缴了 我已经缴五十万了 你缴五十万 问题是你欠一百万 执行是我依买必须要做的事 移送机关移送你的是一百万 我也知道你已经缴了五十万 所以我们问你其他剩余五十万 你打算怎么处理 郭姓台商表示剩余的五十万将分十八期按月缴纳 但为了维护权益将会提起诉愿 不过郭姓台商从返台当天晚上就自行外出 大楼的管理员警告不听 里长接获通报 前往规劝也被责骂 外出的身影全被监视器拍了下来 如今遭到查封设定抵押的房产还有电动车 一直到他清肠完毕才会解除 来看到这另类的美中大战 就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时候 苹果公司睽違四年 再度夺回了全球智慧手机的销售宝座 一举超越了三星电子 甚至传出要推出折叠手机 是要跟大陆手机大厂华为一边瞄头 融合边框搭配四眼镜头 备壳搭载小荧幕甚至可以直接对折 这是国外科技达人释出的iPhone概念影片 爆料苹果正着手研发可以折叠荧幕的手机 现在更传出LG将提供揉性面板 供苹果开发折叠机 而除了疑似有新技术将发表 苹果更传来了好消息 方正金属边框搭载双镜头 再配上基顶的刘海设计 iPhone 12 果粉超爱 也多亏他的服务推出iPhone 12后 苹果睽違四年再度夺回 全球智慧手机销售的龙头宝座 Gartner 报告 在2020年Q4 Apple 卖了80万新的iPhone 然后让Apple 卖了Samsung 为世界第一手机销售 苹果在上季销量成长15% 有分析认为 主因是消费者期待5G iPhone上市 引爆超级换机潮 而苹果似乎也想趁身追击 外传他们正在为最新的iPhone 开发一种磁性电池保护壳 只不过内部测试中 出现手机过热等问题 让开发进度减缓 而说起折叠机 华为近日就发表了一款 最新MAT S2折叠机 采用四镜头后置设计 荧幕还可以内折 华为不为晶片库存短缺 即使处在逆境中 仍不放弃手机业务 256级版的价格是 17999元 看似有个好的开始 但与苹果相较下 华为去年第四季手机销量 大幅减少41% 甚至落后大陆同业 小米OPPO 为了弥补损失 华为更跨足养猪业 推行AI养猪 现在就看认真飞 能不能从手机大喝 摇身一遍养猪专家 靠养猪替华为杀出一条血路 东森陈生 陈寗康明 综合报导 就在去年 台湾的珍珠奶茶 在日本掀起一波蜂巢 没想到最近樱花妹们 又迷上了一种甜点 是来自韩国的韩式马卡龙 你看看 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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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打开包装 盒子里的甜食 无论是男孩女孩 都忍不住惊呼 超可爱 这个甜点的名字叫做 吞卡龙 韩式马卡龙 吞卡龙这个名字 怎么来 马卡龙真的变胖了 传统的法式马卡龙里 夹了满满的奶油 巧克力 饼干等馅料 看起来胖嘟嘟的 再加上可爱的装饰 是继台湾珍珠奶茶之后 日本最近疯狂流行的甜点 因为韩式马卡龙的造型 真的让人难以招架 除了这款在吃饼干的怪兽之外 不少店家也发挥创意 像是小鸡形状 心形 甚至是翅膀形状的韩式马卡龙 应有尽有 让大人小孩爱不释手 纷纷抢着药买来拍照 看起来 看起来 好像有牛肉的一咖啡 吃起来 这个真的有牛肉 好吃 从外形到口感都超级疗愈 就算是在家动手DIY也很简单 这个春天就要用热量破表的 韩式马卡龙 掳获大批银花妹的心 德文学黄信席另外一报道 今天的印象24小时单元 我们先来看到在图尼西亚 有一个25岁的医师 在医院中开了一个小型音乐会 拉着小提琴 这是为了减缓新冠病患的忧郁情绪 而且提升医护人员的士气 还要来看到银行的ATM 怎么会被铺满了红色油漆呢 原来黎巴嫩从2019年来 货币贬值了80%以上 银行对期款跟汇款都实施管制 但是引来了民众抗议 要求银行允许他们可以转学费 给在国外留学的子女 另外美国的科罗拉多州 最近受到了暴风雪的影响 造成食品抢购潮 所以看到货架上东西剩得非常少了 现在有很多超市 都有这种食物短缺的现象 还有德国改造公车内部 让它可以成为移动式疫苗接种中心 目前还在测试 未来也将会在萨克森自由州 提供民众疫苗服务 还有泰国这个司机太幸运了 他为了太太特别去渔港 花了大概50块台币买了海螺 回家煮的时候 却吃到了一颗橘色球体 后来建立才发现 原来这是被称为龙珠的珍珠之王 叫美乐珠 而且这颗珍珠价值不菲 光是这样一颗恐怕超过新台币 755万元 这是今天的印象24小时 早安新闻给你满满的元气 锁定东山新闻24小时YouTube直播 帮我们按赞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